嗯 是啊 哦 对了 今天刷单别忘了 就这品项 一分钟两万双 还是有点压力的 你没有刷单 谁啊 自由其退来主播的画手 就是现场在鞋子上画画的 哦 你上来 你就是微博粉丝二十万的 张扬大人 你跟他对下流程吧 嗯 好 你们没有跟我说过 今晚的直播 都要现场卖货 我从来不接卖货的直播 而且你们还要刷单 这是欺骗消费者 你哪儿来的小白 故意找茬吧 对不起 我不接受 这种弄虚作假的直播 我有我直播的规则 你是在质疑我吗 再说了 主播不应该戴面具 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 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 好 把他给我换了 和我合作 不能任意更改指定方案 我不管他戴没戴面具 你们俩必须给我一起直播 既然接了自由行的生物 就应该一切为品牌考虑 你这么傲慢的甲方 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给我正常直播 或是走人 今天来的五十个网红礼 我是唯一个头部吧 江小姐你可知道 如果我走了 对直播效果和销量的影响是什么 你现在还找得到别人吗 不知道 因为根本不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 咱们走着瞧 既然他走了 你也不用再留着 既然他走了 谢谢